最近正逢 新冠跟流感双重流行 有不少民众很困扰 明明有症状 但是怎么做快筛验出来都是阴性 也不敢去上班上课 小儿科医师提醒 如果一直快筛阴 就要怀疑可能是得了流感 以流感来说 一开始通常会以全身性症状 像是发烧 肌肉酸痛 还有头晕无力来表现 如果是感染了Omicron新冠病毒 初期则是会有上呼吸道症状 例如喉咙疼痛 声音沙哑 还有鼻水喷嚏为主 不过两者的症状其实还是蛮类似的 要明确诊断 还是只能靠筛检 发高烧 冒冷汗 咳嗽 流鼻涕 各种症状统统统都来 但拿出快筛试剂 不管怎么验 结果都是一条线 又民众因为高烧不退 自主隔离四天 最后才验出新冠确诊 还有人验了十几次 结果都是阴性 但也不敢上班 实在好困扰 症状应该都差不多啊 不知道怎么办 怕害到其他同事啊 在家里面看自己的状况有没有好一点 不少小药科医师发现 最近在门诊经常看到有症状 却批评快筛阴性的病人 进一步检查才知道原来是得了A型流感 小药科医师林志威解释 流感通常更开始会以全身性症状 如发烧 肌肉酸痛 头晕无力来表现 但如果是感染Omicron 初期则是会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例如喉咙疼痛 声音沙哑 但有医师直言真的很难区分 流感一旦是被传染到 那它的这个症状出现比较快 新冠似乎造成声音沙哑的病人是比较多 症状要来区分这两种疾病很难做到 没有人敢说 怎样的症状一定是流感 怎样的症状一定是新冠 这不像肠病毒说 我一看喉咙 喉咙有破 有溃疡 新冠跟流感一定要靠快筛 要确实诊断只有靠试剂筛检最准确 但目前在台湾的流感快筛 还是规定要由医事人员裁剪 医师林依然也建议应该要比较新冠 让民众可以买试剂回家自己筛 因为一旦得了流感 要是发展成重症 死亡率也高达20% 而如果同时感染新冠跟流感病毒 死亡率更是上看30% 不可不慎 这旧情继维基的跳舞蹈